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1年 7月4日 星期日 關於 這個出國的問題 大家其實都很心急 包括很多大陸的朋友向我們表示 現在 很想離開中國 但是 剛剛最近發生了一件事 其實早上是我想說的 但是忘記了說 就是 有人在深圳的蛇口 要出境的時候 竟然被海關剪了他的護照 這件事 其實也是很大件事 所以這一節想跟大家說一下 當你一份護照 竟然會被人剪了 而剪了你的海關 究竟發生了甚麼事呢 所以 這一節要跟大家說說 說之前記得支持六部曲 按like 點擊廣告 建設聲留言 社交媒體share 統計五目 訂閱我們的Patreon 以及星期二日報酵比頻道 月費贊助 兩天前 內地的朋友報料 就是 他也是看了一個財經冷眼 的一個頻道 主持人就是 說財經為主 但是 也是一個反共人士 本身財經冷眼 我也有聽開的 他是在美國的 也有教人怎麼投資 買黃金 以及換美元 他就說深圳蛇口海關 開始剪護照了 圖文是一個 微信裏面的 剪貼 我讀給大家聽 我原料 然後有朋友問他為什麼原料 他說 他回答 海關把護照剪了 然後他就說 我的美國簽證 法國簽證全部作揮 因為全部剪爛了 好慘 全部剪爛了 然後他的朋友回覆我操 射口海關太狠了 然後他就說 他當時怎麼說呢 他說老婆 在美國爬山 跌傷了 現在重傷 美國的醫院都開了證明 而他在美國的小孩 沒有人照顧 美國國靜 海關說他現在不來 總之就是 不讓你出國 剪 就是這樣簡短 這段話 因為我本來還沒聽到財經爛眼講的那段話 但是 我們也有朋友其實向我們報料 因為 一直以來 現在要出國 很難 有幾種情況 除非 你是公司 例如是一個集團 派你去外國 談商業黑談 那麼你就出到的機會就大一點 要不就是 你就有海外的學校收到來 起碼也要讀大學 中學也會問長問短 現在 很難 那麼情況是怎樣呢 情況就是 現在大陸 不讓人出國 很多人 都是有不同的渠道 都是禁止出境 做生意的 有錢的 做官的 有些企業的 老闆 基本上 全部都出不了 他們的護照 老實說 不用指望給你出境 如果你是外國護照 怎麼辦呢 外國護照 可能比較好一點 不過你的身份 大陸 一樣危險 如果你說你是馬雲 你用甚麼護照也無法出境 是不是 根本不可能 其實這件事不是現在 早在 這個年初 4月份已經發生過 有些人去杜拜也不給 另外一個 是關於4月19日 是另外一個在華人的網站 他就說 他想投稿一下 從深圳坐船到香港 再去杜拜 在深圳海關者裡卡得太死了 他就說 去英國等地 其他地方 都可以直接過關 但是一到杜拜 就會單獨一排查 全部都查護照 有問題的 就直接帶他去小黑屋問話 小黑屋旁邊 還有很多人排隊 同行有兩個直接被 剪護照了 這是甚麼一回事呢 杜拜 很多時候 中國人去杜拜 都是參與非法的事 不是打工那麼簡單 很多 就是經過杜拜 又或者去柬埔寨 去緬甸 去遼國 現在 去 這三個地方 或者菲律賓 已經是開始不給了 因為他們很多人去了這些地方 要不就做一些詐騙 尤其是電話騙案 另外就參與網上賭博 現在大陸 禁止資金外逃 他們知道大量的人 遼國有賭場 柬埔寨有賭場 越南就比較少 但是 最 其實最瘋就是遼國 柬埔寨 這兩個國家 可以說是一個中國的殖民地 裏面很多人 已經是花了人民幣 人民幣通行 講普通話 裏面有 四寸火鍋 又有竹肉 有凸骨 有色情駕骨 賭場 最主要就是賭場 大陸現在基本上 不讓你那些人 去那些地方賭錢 怕你帶大量的錢去賭 他輸了錢 第二就是怕你參加詐騙 但是 最主要就是怕錢外流 因為大家知道 這幾年大陸的資金外流情況 很嚴重 嚴重到他們沒有辦法 不斷這條路 當然菲律賓也是 有部份的菲律人去了菲律賓 搞賭博 尤其是網上賭博 因為 大陸的網站在網上賭博 他們就在大陸收客 然後 那個平台就在 菲律賓 遼國 柬埔寨 這些問題也是 把大陸的問題直接帶到那個地方 也是 使得很多人出不了國的原因 當然 除了這兩個地方之外 你去美國 去歐洲 總之 任何和現在中國敵對的地方 你其實也去不了 那麼之前 我們 網上講過一隻節目 就是有一個 有一個大陸的網友 去了東歐 我相信 要不就是在匈牙利 要不就是在塞爾維亞 塞爾維亞是很親共的 親共到基本上就像共產黨政府一樣 所以 如果去塞爾維亞或匈牙利 去到的機會就有多一點 但你也一定要有商業的根據 或是有商務銜 或是有邀請銜 當然這些不是那麼容易搞到手的 大陸人說的 很多事情 你要想辦法離開大陸 其實是一個問題 現在 我們看到大陸的趨勢是怎樣 他真的開始閉關鎖國 真的不讓人民 外流 甚至乎 連去美國也不讓 剛剛我們吃飯 昨天是下午吃飯的時候 跟餐廳老闆談起 以前百明漢 有很多學生 主要就是大陸的學生 他說起碼有兩萬多個大陸的學生 這裡有幾間大學 還有一些coverture 他說現在大陸的學生一下子沒有了 只剩下很少 沒有了兩萬個大陸的學生 所以這邊的經濟 可以說是跌得很厲害的 餐廳 很多餐廳一至三不開 我們那邊有一間名門的賭場 樓下是一間 唐人的 自助餐 其實就是等於查餐廳放題 那些數 都是查餐廳課息 加上免費的課息 他收十多磅一個 但是 他原來 逢星期一至三不開 星期四 五 只開夜晚 星期六日 下午才開 你想想 他的生意一定是不夠做才會這樣 而且這邊也有很多餐廳 我們實況有一間台灣餐廳不錯的 之前我們也拍了照給大家看 那間餐廳也是 好像星期一 二也不開的 是不是星期三開 我不肯定 總之 客路這邊真的不夠 所以 他們就告訴我們 原來這邊百明漢的租金也在跌 因為少了大陸學生 沒有了那兩萬個人在讀書 你想想 那個需求 一下子是不是跌了下來 那個 供應不斷增加 需求這樣下跌 所以租金是跌下來的 所以我們一直 提醒大家 有時候也不用太心急 即使有很多香港人 取代了大部分大陸人的位置 但是一時間 你不會有兩萬人來百明漢 但是百明漢一下子 一年裏面就沒有了兩萬個大陸學生 從餐廳 補局 從餐廳開的 什麼時候休息 你已經知道不夠生意做了 不過也好啊 不是說什麼 現在香港人 越來越多人過來 我們有機會 我們可以多過他 遲些可能追過他 甚至乎多過他 形成一個香港人社區 所以我想這也是 不錯的 大陸開始剪護照 香港 不知道會不會這樣做 香港 暫時來說 不會的 不過 遲些不敢爆發 因為你也知道 現在香港已經不用說法律了 什麼都說你犯國安法 你如果出國 你就犯國安法 你是不是勾結外國勢力 你解釋吧 要你解釋你就死了 所以 真的 危險就有危險的 所以 也要提醒大家 這次時間先說到這裏 拜拜